大家好,我是陳美濤 今天想跟大家說一下葉姑城和西門吹雪 這兩個角色出自綠小鳳系列的決戰前後 講兩大高手約定月圓之夜子禁之癲決鬥 好打不打,在皇帝家裡打 還要派票給江湖人士入場觀看 聽聽都知道出事了 果然是有陰謀的 葉姑城想幫人謀朝三位 就找個替身去辦決鬥 做場show 引開大內示威 自己去殺皇帝 皇帝躺著也中槍 睡著睡著被人叫醒了 喂我要殺你啊 千鈞一髮之間被綠小鳳救了 哇皇帝也睡得多早 明知世界上最好打那兩個人在你樓上打架也睡得著 陰謀被人釋穿了之後 葉姑城和西門吹雪就要正式決鬥 但是葉姑城知道自己意圖殺皇帝 被千鈞萬馬圍絕 打贏了也死定了 所以故意輸給西門吹雪 死了 說到底都是不知道誰比較好打 先說一下葉姑城 好地地為何要幫人謀朝三位 謀了又不是他做皇帝 書中的解釋是說 他是劍法已經練到頂級了 覺得很無聊 需要實踐更遠大的目標 就設計了一個這麼複雜的計劃 有點像鳳武九天的公狗 英俊有錢武功高 什麼都有了 就沒有人生目標 變成被虐狂 那些中國作家經常都幻想 當你的人生打爆機之後 就會很寂寞 大家不用妒忌人生勝利組 有錢人一定不開心了 咦?又不覺得做作家多有錢? 為什麼好像這麼了解有錢人的心境? 而外國作家就不是這麼想 例如華爾街狼人 作者真是有錢過 就告訴你 有錢人的世界真是挺爽的 西門吹雪就不一樣 他的劍法也很厲害 不過他不搞謀朝三位 他去了娶老婆 叫孫壽清 幸福了一輪 老婆幼了 然後就到決鬥了 西門吹雪發現自己的劍法有破綻 原本自己無情人劍合一 現在心中有情就發揮不到了 說得好像練童子宮似的 於是他就要放下老婆 專心追求劍道 在另一個故事幽靈山莊中 孫壽清也有作用 西門吹雪為了幫陸小鳳破案 散播謠言說自己戴了陸帽 陸小鳳和孫壽清有染 假裝生氣追殺陸小鳳 唉,做成功男人背後的女人真是不容易 男人贏了,沒人讚你 輸了就賴你 到你有用的時候 再拿你出來掛招 真是不如嫁個普通人